又到了入手兰花的好季节 那么兰花饮到家之后 怎样填棚 并且把它填得实实在在的呢 嗨 家人们好 我是新疆的火凤凰 这期视频就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怎样分层次 把兰花种实 最后强调的一点是最关键的 希望大家把视频看完 我们都知道 给兰花选择植料很重要 除了植料 必须经过腐熟和泡水去火之外 始终要做到沥水透气 才能把兰花的根养好 养兰咸养根就是这个道理 兰花的根养不好的话 其他的就不必说了 那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将植料分成大中小三种颗粒 在棚中分成上中下三层植料 在花盆内 给兰花根营造一种 疏松透气的环境 便于兰根呼吸不积水 然后在填入植料时 我们可以这样选择大颗粒的植料 作为电层料 电层可以放纯纯的松树皮或者柳树皮 那种大颗粒的 大块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松树皮或者柳树皮吸饱水以后 它在盆底的最底下不积水 它还饱水 这样的话 蓝花根就会朝下涨 因为下面有石器 它就会往下涨 有的人选择放泡沫或者是大块的砖粒 还有选择放大颗粒的桃粒的 也有人选择放大块的木炭 但是我认为最底下的必须要有一定的湿器 跟着才能朝着湿器方向发展 所以我喜欢放大块的柳树皮 第二呢 我们选择中颗粒的松树皮 柳树皮 织金石 砖粒 火山石等等 把它放在中间的那一部分 一边填盆 一边排盆壁 或者颠一点 颗粒质料的缝隙 就会被慢慢的填满 不要把兰花根架空了 第三呢 我们选择小颗粒的比较细的 填在最上面 一边填一边排盆壁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 为什么要这样填盆 底部选择大颗粒的质料 主要作用是透气 沥水 不积水 并且粗颗粒的质料 可以有效的防止蓝根从盆底长出去 如果蓝根从盆底长出去的话 换盆的时候就比较困难 中间放中颗粒的主要作用是有营养 通风透气 蓝花生长也需要营养嘛 中间的中颗粒中的软质料 可以蓝花提供营养 并且还可以让蓝花根在透气的环境中 健康的生长 那么最上面的质料选用小颗粒 主要作用是保湿 保持炉头的湿润 炉头才能更好地发心芽 蒙花芽 小颗粒的不需要有营养 用一些小颗粒的直金石了 或者是火山盐了 或者是吃玉土了都可以 最后一点强调一下就是 无论大颗粒的质料 还是中小颗粒的质料 都要保持干净 不带病菌 所以质料用之前 必须经过腐熟 暴晒或者蒸煮 才能放心地使用 尤其是小颗粒的质料 风布在兰花的炉头周围 必须洗干净 保持炉头的卫生 因为兰花的炉头是重中之重 是兰花的生命所在 炉头保护不好 其他的都免弹 赞同以上我的观点的 请给我点赞关注 加强烈推荐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咱们下期视频